今天主要是讲抄底 我也是等了好久 其实两年前就有经验 一直没机会讲 一直在想offer 现在终于市场调整了 我们有机会了 看看我当初抄底的犯的错 经验 大家可以改进一下自己的操作方法 agenda是我17年买独立房自住房经验教训 2000年那是疫情市中心的公寓 调整的很厉害 那一抄底的一个经验 然后大概讲一下咱们这回 现在又调整了 这个超级的大概时机 最后跟大家就快速分享一下 就最近刚刚有80% 买了我第8套投资房 这个暂时有这么一个promotion 如果你的朋友T4收入比较高 或者自雇两年报税 超过15万 两张自住房债务少于70万 找我的帮着做下refinance 我这边免费 然后也能参加我内部客户的讲座 觉得有点享受 我原来价值950的年费会员的服务 OK我们快速的说一下 4月的市场 以GTA这块的为例子 但是其实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吧 都是类似可参考的 温哥华啦BC啦 或者其他地方还是比较类似的 第一呢 就是跟我上回4月份讲的一样的 当汉的公寓 好地段的这个房子 应该相对抗跌一点 多伦多呢 三月相对于二月的时候跌的不算太多 然后呢 四月相对于这个三月的数据呢 现在是跌了4% 但是呢 我还是认为 它将来相对于目前现在跌的差不多的 像马克汉啦 瑞士蒙佛洋啦 旺的这些独立房来讲 我相信后面它的抗跌能力还是要比它们强 然后呢 同样的就核心地段的这些地方的市中心 北约克的独立房 没有跌 反而还涨了一点点 OK 这个跟我原来说的差不多就是 但是呢 就是说 我上回也说这个郊区的房子不要碰 尤其在就是从去年年中 就已经说大家不要再碰了 不要再追高了 因为这个泡沫比较大 这个Arola啦 一下降了15%的独立房 Oshawa啦 Pickering啦 WitBella这些呢 都是10左右 而且呢 是在呃3月相当于2月 已经降了10%左右的情况下 降了这么多的啊 所以这个郊区的房子 就说就说原来涨的比较多的吧 由于这个疫情涨的太多的 这些呢 都是小心一点 也不要太早的去抄底吧 OK 后面还我想起还是会有进一步的调整的 呃 我们后面怎么抄底这个时间表 大家要紧紧 紧看啊 就是1月份没有升息 3月份三月四季 然后市场就开始摇摆 然后4月份又升的比较大 然后呢 调整更多一点 6月份现在又是沸沸扬扬 呃 之前呢 行长说 我们要甚至这个再增个0.75% 来控制这个通胀 然后最近的副行长 将他央行的副行长又出来说呃 可能这个呃房市影响太大呃6月不一定升 现在呢 我不下猜呃 我不相信有人能说准 因为连央行他们自己都没搞清楚啊 他反正也是受各种压力啊 一会儿通胀的压力 一会儿房子的压力 一会儿这个呃经济的压力呃 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没想好呃 要怎么样 所以呢 那我们也就别下猜了 那个呃 但是呢 从我们做这个呃 整个风险控制角度最坏的来考虑啊 你就认为他还会再加这个0.5左右啊 他你哪怕你6月不加 说明7月就要加 所以你这个风险总是在这儿了 后面的操作呢 我们也紧盯这几个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点呢 我大家希望大家都记一下啊 甚至我们refinance了 或者买新房的时间点呢 这些时间点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啊 对于我们所月供 有帮助控制这个现金流都有帮助 后面整个这个我们市场的这个变化 也是要取决于这些时间点 升息到比不升还不升 升了多少啊 作为参考的 我们说这个抄底啦 这个市场啊 我们看历史啊 根据历史呢 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的copy历史啊 但是历史对我们来讲是有参考意义的 那首先呢 你这个房子变化呢 有很多因素啊 有移民因素 有的人口因素 有这个呃 政府的政策因素 但是呢 我们先看现在最大的这个影响 就是加西 那我们就是抛开别的 这些因素 主要来看这个升息这块 呃 历史上呢 我们要参考一下啊 15年之前也是在这样的啊 就17年7月之前 一直是没有这个升息的 利率是比较低的 这个是prime 2.7的话 如果银行呢 再给你一个1%的折扣呢 你差不多是1.7的利率 这个利率是比较好的 浮动利率 然后呢 从2017年7月开始升息 美联储升息 加拿大就跟着升 然后呢 升1.5% 在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吧 呃 17年7月到这个18年10月 一年多的时间 每次升0.25 现在比那时候升的猛 然后呢 一年呢 升了1.25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那个时候呢 包括我自己 还有些人呢 都是锁的 不定利率 谁都要升息了 但没想到呢 就川普一上任 美联储威胁了一下 川普比较狠 然后从这个18年10月以后 没有升息 就开始稳住了 一直到这个2020年疫情来了以后 3月一次降了三次息 降的幅度非常非常大 这么个历史情况 历史情况是17年7月开始升息 升了这个1.25 我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2 3.2相当于是当初这个9月份的时候 刚升了一次息的时候 我们目前呢 已经升了0.75 那就是说呢 后面如果再升个0.25 或者0.75的样子呢 跟当初这个17年18年 这个调整可能是有点类似的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这个17年开始升息 18年继续升息 那独立方就开始调整了 那如果你比这个还狠 升了0.25 0.75以后还继续升 那有可能这个升息的影响 就比当初还要更厉害一些 但目前其实还没到 当时18年升息的这个程度 只不过现在这个预期非常厉害 大家在这预期下面呢 就比较谨慎 然后当初18年升到这个3.45以后呢 基本上维持了这个中兴利率 有一年半的时间 刚开始升的时候会有调整 然后维持在一个相对中高的利率的时候呢 他可能房市还会有些继续调整 直到这个当今年开始降的时候 他反过来就是有些反弹 OK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不要忘了 就是因为我们这整个是跟着升息的节奏 都在在走的这个房市 所以呢了解一下这个历史情况 刚刚的公寓呢 在这个升息阶段的比较逗 刚开始的三个月呢 稍微降了一点啊 降的也不多 然后呢 其实17年 大家可能比较早入市的时候知道啊 就是我因为我是18年开始买的第一套公寓 其实我也知道17年涨了快接近20% 等于在升息的背景下 公寓不但没有降啊 这那17年还涨了 涨的还不少 然后18年继续涨 19年继续涨啊 直到2000年疫情来了以后呢 嗯 他是往下走的 走了一段时间 这个历史呢 不一定完全会重演 但是呢 就是我们至少要参考 然后看看跟历史的差别 那我们现在呢 跟17年当时加息背景相同的地方呢 是什么呢 17年加息之前独立房也涨了很多啊 比公寓涨的更多加息以后可能这些钱的流动也是会有类似性的啊 就是独立房的这个泡沫比较多 那可能就往市中型的公寓这边转啊 这是一块呃 然后呢 还有一个背景呢 现在还不知道 当时呢 加息只加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加了这个1.5 那现在呢 刚加了0.75 但是如果说你加息加的比17年18年还要厉害 或者厉害的特别多 我们也不敢说跟历史完全一样对吧 说不定就是说你这太厉害了 不但这个独立房受影响 公寓可能也会受影响啊 就是这个我们要看加息的这个节奏来看啊 但是就是说如果说跟当初的力度差不多的话 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独立房调整的时间久一点 公寓可能调调整时间短一点 甚至有可能还有可能涨 那这是就是说根据历史的这个加息的情况来看 刚才说的这个公寓独立房呢 他整个呢从17年他有几个时间节点啊 一个呢17年有海外买加税 安闪的海外买加税 7月9月两次加息 然后18年又继续加 还有一块呢 其实很厉害的就是17年10月17号 说了这个B20压力测试 说呢18年1月实施 那有可能实施之前呢 有些人就说赶紧买 但是实施以后呢 其实现实情况会导致他们买的能力差 对大家的影响非常大 就是有限的收入情况下 这么一个压力测试 虽然你买的房子 实际贷款可能只有2点几 但是银行删5.25来给你批这个贷款的 所以导致就是贷款比例大幅下降 ok 呃在这个大背景下呢 其实就是说海外买加税呢 是一方面 就是因为他前面独立房涨的太多了 尤其是比较贵的这个嗯 新衣品买的这些房子 或者海外买家买的房子 他总要有个理由调整 但不管是这个理由还别的理由 出了这么一个理由以后呢 4月份以后呢 就开始呃调整啊 然后其实加稀呢 可能又是有一个进一步的调整 在这个7月份加稀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调整的就比较厉害了啊 这个就差不多这个就是降了20%的样子啊 整个这个盘整时间也比较长啊 就是要涨回来的 差不多到了这个2000年12月才涨回来啊 就是2000年呃 这块疫情以后呢 也是又跌了一下 然后再涨啊 所以呢 大家呢就是独立房呃 尤其郊区的就都别说了 就是独立房呢 反正就是做好这个长期这个抗战的准备吧啊 这个调整嗯 就说不敢说一定就是这么长啊 就如果中间有什么新移民的情况出现了 或者说这个加稀的方方向变了 可能会结束 但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至少要做好 就是可能调整两年半三年半的这个 这个呃 心理准备这个幅度呢 有可能也是从高点到下面的有20%啊 这个这个幅度 这是GTA整体数据啊 GTA的平均数据啊 所以独立房这块呢 呃 大家还是做好这个呃 这个这个呃 心理准备啊 我会觉得他比这个 有些比稍微贵一点的 150万以上的独立房 相对于这个公寓的调整呢 呃 时间会更长一些 可能力度也会更大一些 ok 我说的工具就是市中心的公寓啊 啊 郊区的工具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那我跟大家就讲一下 我17年买这个独立房自住房的这个经验教训啊 我17年就是公司把我外派到多伦多工作以后 来了半年就买了房 其实所以我那时候跟很多新移民还是买相的 不太懂也没学那么多知识 跟很多人一样都是先找朋友啊 跟着朋友走让朋友推荐 那我呢就是正好有很好的朋友 反正夫妻俩都是很厉害的 那个我相信他们的眼光 他们也推荐了一个地产经济 包括就是其他一些推荐的朋友推荐的这个贷款 嗯 但是呢当时有一个问题就首先呢 这个经济绝对没问题 就是从从整体上来讲 从这个case来讲 嗯 他就是业务水平肯定是可以的啊 就是他带着我去看房 别人卖房子的这个华人 人家来他都是叫前辈的啊 因为他确实做了很长时间啊 嗯 然后呢就是这个对房子的优缺点了 都是看的很好的 嗯 但是呢 没有办法啊 这个都很正常 就是人家呢 就是一单做一单啊 至于你长远的规划啊 人也顾不上啊 你说你要买这个 瑞胜黄的贵一点的房子啊 就是那他就带着你看 你说呢 你的预算150万 那他给你带150万的房子 最后看到没有好的房子 那他也不用去劝你去提高你的预算 你自己都把预算提上去了 啊 那个你说你这份想买 嗯 那他他就陪着你买 对吧 那个 呃 你说呢 哎 这边的房子应该跟国内一样 可能调整的也不会太厉害 17年 那个虽然现在已经开始有海门买家税了 可能要加息了 但是呢 你既然说你觉得他不会跌太多 那他当然也不会拦着你去买了 从买房子本身来讲 他没问题 但是从呃整个的长远规划 买房的时机 买房的品种 嗯 就是没有这么一个呃指导了 纯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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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经济 往往都会顺着你买家的这个私物走啊 就你想怎么弄 他就把你这方向伺候好 呃 去弄 至于你这方向是错的 那也没办法 那个人家就会顺着你走吧 就是先把眼前这一单 这个180万 200万的这个单子做好了再说 呃 所以呢 就当时呢 就是有这个问题 时间节点还在这儿啊 就是我是17年6月 下的offer 那等于4月出政策 7月要加息 然后呢 确实呢 卖家也还卖的还行吧 因为之前呢 均价差不多是两个milling嘛 峰值两个milling 那6月份的时候呢 他出到了1.8 多一点的milling啊 稍微 然后呢 稍微砍个几万一万块钱 两万块钱就买了 其实呢 时机呢 买早了 有调整 呃 其实就可以再等等 呃 尤其在这个一起 这个加息 这个趋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再等一等的 那个不用买这么着急啊 但事实 你如果自住房后面有你老婆 想早点搬进去 这都很难 我知道都很难 但是呢 就是说 既然大家有机会来听我的讲座 看我的经验 那你如果有可能 可能还舒服一下你老婆啊 改善房子了 或者说买第一套自住房呢 再等等 独立房呢 我会建议大家不着急啊 因为呢 嗯 差不多在这个这个这个加息的大背景 还有这个压力测试 贷款难度增加的大环境下啊 你这么贵的房子 嗯 想贷款都不容易啊 手术都得比较多 嗯 基本上呢 是大家看到就是说4个月以后啊 才降的多一点啊 就到8月的时候呢 嗯 开始降的多一点 一直到12月份就8个月后啊 降了22%啊 我这是拿我这个小区的 就我自己买的这个小区呃 这个房子的这个历史价呃 更精准一点 比那个GTA的平均值啊 那差不多就是说你等个4到8个月 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就是那我1.8几个mini买的 那其实有机会1.5几个mini买 那就省了二三十万 虽然你不一定就是说真的要等到最低点 你就最低点呢 那就是到一几 就是18年5月 那就是怎么说呢 15个月以后的样子啊 就说到19年3月15月以后呢 就降30%啊 就是你你哪怕你不想等到降到30%呢 你降到22%这可能是一个时机啊 当然每个区不一样 我们每个客户情况不一样 我们带一对一的去分析 然后你买的房型不一样 你的总价不一样 那这个降的幅度或者timing 或者这个时间等候节点不一样 我们可能单独去一对一的去谈论 然后也要根据你贷款能力 还有你背后的这个呃 这个抗风险能力 我们去做这个分析 OK 但是呢 就是说嗯 基本上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等吧 等个12个 就是至少等个6到12个月啊 再看看不着急太早出手啊 我相信这独立房的先不说郊区的吧 郊区反正现在是已经肯定会跌的更厉害一点 就是还算抗跌一点的 这个Richmond Hill啦 Wang啦 Maham啦 嗯 Aurora就别说了 就是肯定就是也会影响的更大一点 之前涨的多一点 嗯 这些呢 就是说你可以再等一等 嗯 我们小区这个我邻居这儿呢 确实就是说在19年的时候 就现在的邻居买了当初的房子呢 是跟我们家房子差不多 我我我那会等于是刚开始跌的时候 买的是1.8几个million 还花了10多万做装修 他那房子跟我们差不多的情况下呢 是但装修的非常好啊 1.7几个million 那装修成本也有十几万 那差不多 他等于是比我便宜了20多万吧 差不多是等到了19年的时候 就如果您能等得起 就是两年顺便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 能省个二三十万啊 嗯如果好地段的什么北约克啦 市中心的嗯 就之前涨的不多的嗯 你倒可以见好就收啊 我相信他们调整的不会太多 因为之前涨的确实不多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这个买房的timing这块啊 就是嗯 就是我这个明显的耐心不够了 那有点太急出手了 当时反正什么都不懂 然后呢 嗯也不用太担心掉头向上吧 大家有看到 其实在2000年3月降息以后9个月 差不多2020年12月份 他还是1.6个命令的 就是可能之后了 差不多6个月9个月 才开始涨的更多一点啊 因为这个房价比较高嘛 当然就说你townhouse啦 或者说嗯总价低了 一个命令左右的房子 嗯 涨得要快一些早一点啊 但是整体来讲呢 房子这个东西就是跌跌的慢 涨一涨的慢 所以呢 就是说真的开始要升息 要降息了嗯 再开始去考虑 我觉得可能你就亏了 嗯 比低点来讲亏了 7%吧啊 但是呢 就是说你可能就说也稳一些吧啊 就是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几个节点的 大家就是嗯 反正你别在峰值这买 然后呢 不要峰值稍微降一点 你就出手 不要上武将太着急 第二呢 就是说 嗯 你就是大概齐 那也等个这个4到8个月啊 你要有耐心等到15个月呢 那这也是一个机会 然后或者说呢 你索性就是看他开始要涨了 你再买呃亏一点是一点 ok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嗯 其实现在 我之前的客户反正都已经这样了 就是郊区的房子呢 就是他们卖掉了 然后呢 就是可能比他邻居多卖了二三十万 然后这钱正好呼吁出来去做投资 投资公寓 大家虽然就是说卖房呢 现在有点难受了啊 因为你已经不是 你没法卖在最好的点上面了啊 就是你一看比最高点还跌了百分十几 那不跌了十几万 你你就有点不想卖了 有怎么样的 但这个东西我们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主要看你就是卖完了以后 能不能让你赚更多的钱啊 那那比你是不是一直抱着他要好啊 那这种去讨论 但是呢 至少有一点呢 就是说我当时呢 我这边完全可以在17年 其实我公司那时候外派我到这 头一年租房是给我安排好的免费的 我等于是刚租了半年就买了独立房住进来了 其实呢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先买公寓的 就是公寓呢 17年买了以后呢 还在涨 18年又继续涨 那然后呢 独立房又在继续跌 这这前后一差 次序上错了 那我先买的独立房再买的公寓 其实公寓又买独立房买的高点了 公寓呢 呃也买的高点了 也不叫高点 就是又更高一点了 也算高点吧 OK 但是我如果先买公寓哎 我公寓买完了还涨 独立房还跌 然后再去买独立房啊 这个其实就是不一样了 当然了 就是到每个人自己情况呢 呃没那么简单了 就是有些人说 哎那我买了公寓 我没钱买独立房怎么办啊 当然这个我们就到时候算一算 就是到底给你做个整体规划 呃看看你的这个到底贷款能力 是什么样子 看有没有用增加贷款的方式来 就是说在你买一个独立房 享受生活之前 就是有些公寓做投资 呃这个这个时间节点跟我一去年 还真的蛮像的啊 这个大背景也比较像啊 这是独立房的经验教训 呃下面呢 我讲我疫情期间买这个公寓 抄底的这个呃情况 怎么说呢 我这个timing也不够好 就是因为我那个2000 我2000年呢 这个三月份开始跌 就lockdown开始跌 但是呢 我呢 六七月份的要开始收产假 这个贷款就是会受一些影响 所以呢 我出手早了 其实我知道我出手早了 但是也没有办法啊 因为就是整体还是跟着贷款的情况来走的 呃主要呢 我还是考虑我如果五月份不买 那我有可能再买的时候要等产假回去了 那到时候可能就是21年的三四月份了 21年的年终呢 我会认为呢 比我当时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涨得更多一点啊 虽然就是说我买不到最低点 但是呢 避免将来买得更高呢 得以为也就是就是大概起买了 前年三月开始lockdown啊 四月份也比较大的调整市中心的公寓 然后呢五月份呢 呃我就在市中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地段 还凑合的地段 但是开发箱不错 房子呢那时候是不到十年薪 呃一时一旦还加个parking啊 总价呢6800,8 呃不算太太便宜吧 因为面积呃大一些600多 同样的户型呢 在19年10月份的时候是卖到了73万 所以我当时呢 等于是降了6%左右呢 那6800,8我就买了 那大概其实这么个情况 呃但其实呢 确实呢到八月份的时候 就是疫情开始发酵了四到六个月以后呢 降的又多了一点 确实降的也不是那么多 又降了4.4 但是呢 确实呢 在后面就是疫情这个厉害以后 差不多是半年的时候 这个楼里有一个卖家盯不住了啊 就他降了好几回价还是卖出去 最后就是降到了一个58万8 被人买走了啊 就是但但是呢 呃那时候呢 就是整个人的疫情还没有好转 不得已就是 降了就非常厉害了啊 这比我这个价钱呢都低了10万啊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呃 就是买超级超到半身腰啊 但是呢怎么说呢 这种机会是有的 首先啊 就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啊 就是前提就是我们加7加7 真的又又加了0.5 然后又加了1 或者后面还嚷嚷的说要继续加 然后呢已经过了半年了 呃就说 嗯有可能到 呃今年年底的时候啊 就是这个整个行情的没有好转的趋势 然后这卖家绝望了 你可能呢会碰到这个 当然这个这个人 能不能被你抓到也是个问题啊 因为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呃 因为急着卖了 可能在一开始就急着卖了 他不一定等到那时候了 ok 那个但是对我来讲意义不大 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贷款能力 我也买不了 但是这个呢 可能就是我觉得对你独立房也有这件意义吧 啊就是超这种的呃 公寓还是不好说啊 公寓呢 我刚才说了17年其实它是涨了的啊 那就说我们对后市呃 公寓的判断 如果你就是说是好的情况 像17年一样的话 它其实是涨的 那你可能是一看要涨 你就得赶紧进去 就是追进去了啊 当然就是坏的情况呢 那你参考这个疫情啊 但是我会觉得呢 这回呃再差也差不过疫情啊 市中性的公寓的影响被疫情打 打击的时候厉害的多比加息啊 因为整个这个房子 负的费也不是那么贵 而且最近租金也涨上去了 那个市中性的公寓 大家呢干嘛 买就是就是亏本卖的啊 就反正养房基本也能养得住 那个整个的贷款能力 也不是那么差的情况下 呃 跌个10% 他可能卖了 跌个20% 他可能也就真的不卖了啊 所以呢 就是说我会觉得呃 市中性的公寓 不会像疫情期间这么狠 破坏呢 就是也是到21年年中的时候 我又有贷款能力的时候呢 这楼里同样的户型的73万啊 确实是比我那时候买的时候 更贵一点了 虽然我没有抄到最好的底啊 这个抄到这个就没了啊 直接这个半年时间 就能refinance20% ok 但是这个这个确实可遇不可求 有一点啊 那个然后呢 到现在呢 嗯 这样的房 这里面的房子呢 差不多是到80万2000的样子 啊 嗯 那这个价钱呢 相当于我买的价钱是涨了16% 所以呢 就是两年 两年的时间 我觉得还凑合吧 那那没办法 就是我等于是 嗯 就是见好就收 可能买了个凑合的这个价格 是是这种情况 ok 刚才根据我这个经验来讲呢 两种情况我们都要考虑啊 实际情况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 一种呢 就17年 刚趟呢 这个升息这这一轮呢 是跌了三个月 跌了三个月就开始反弹了 直到这个疫情期间才开始又跌 这三个月呢 17年的无非也就跌了8% 就是说你看是不是你跌个8%就入手 还是怎么样 嗯 现在呢 已经到5月了 其实也相当于从3月份加息到6月份 差不多也三个月了啊 所以这个这是一个点 嗯 然后看看后面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呢 2000年呢 他也是就是开始狠一点 我下了offer了 下了offer以后呢 有个小反弹啊 确实有个小反弹啊 就17年在这边 刚才我指错了 17年在这边 2000年是在这啊 就是这个嗯 5到7月有个小反弹 然后7月到12月8个月跌到谷底 我之前有视频说12月份 是大家可以开始就入市入场的地方 之后 后面大家就是也可以扫我微信 加我如果就是需要帮着去具体看这个 这个买房的生机的话 就基本上工具是这个8个月跌到底啊 这个背景也是就说 嗯 4月份跌了11% 然后12月份跌了5%啊 基本上就 但是这个等于是最高点跟最低点啊 是跌了15% 嗯 市中心的公寓 嗯 刚才那个独立房呢 大家有看到就是最极端情况 我的小区是跌30%啊 那个啊 但是公寓呢 就是最差的情况也没有就是超过15%吧 ok 所以大概大家心里有个概念吧 对这个期望值整个的影响呢 公寓这个影响的就是海外满家税稍微受点影响 然后加息跟B20呢 其实好像是帮助了公寓的这个升值了 到反正涨了 对我这个建议呢公开讲错啊 免责啊 纯粹是一个分享啊 不过程投资建议 呃 然后呢这个市场确实不可预测啊 这很多变化 我上次说对了 也不保明下次会说对啊 其实就是说要根据大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才能给大家规划 ok 呃 所以呢 这个整体的建议呢 就是这样啊 就还是大家看这个升息啊 因为今天我是这么来讲 但是呢 随着这个升息降息 整个的升息的幅度 嗯 的变化 你整个的这个市场也会有变化 那我们的这个预测或者建议也会有变化 这种做法 一种就是建好就收啊 相对高点呢 这样的百分之到十五 你可能就买就公寓大概是这样 独立房呢 嗯 会建议可能这样的再稍微多一点 十五到二十 然后呢 这个独立房呢 你反正做好这个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啊 而且这回的跟17年有一点不一样 17年那个townhouse调整的不多 因为之前16年17年townhouse涨的不多 但是这回呢townhouse涨的很厉害 所以呢townhouse也会被影响 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呢 郊区的房子影响很大 再一个呢 就是说你到底怎么抄呢 刚才说的一种呢 就是说你从高点降的比较多了啊 这个公寓呢降到百分十 独立房真的降到百分二十五 三十也可以啦 你就住啊 就不管后面怎么样 反正前面这样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哎 我就索性安全一点 等它开始要涨了 嗯 然后再去买 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就牺牲了百分之五 嗯 左右的啊 当然这时候也得有人帮你盯的紧一点啊 就是你有时候别到自己工作一忙 或者家里事一忙 你这个时间节点就又错过了 ok 那就有专门长期合作的人帮你盯着 嗯 当然了这个最后 嗯 有一点大家可能也注意 就是没注意到 就很多很多地产经济的都是跟你说 这个冬天呢 其实是买房的好时机 那个冬天呢 就是大家买的人少 上市的房子少 这个就是是属于淡季啊 夏天是旺季 但其实呢 看下历史数据发现 呃不完全那样 那个基本上 呃我发现比较多的情况下 是一月二月 呃跳涨 啊 就是可能一是前面调整的 就熬到一月份 二月份开始要涨了 二呢 往往呢 就说这会儿的卖家少 导致呢 这个库存不够 然后呢买家反而去抢粉 啊 所以呢 就说 嗯 就说一月二月呢 反而要小心啊 可能是十二月份就 就是做些伏笔 那个 然后呢 再一个就是说 嗯 一月二月涨了以后 他到底是真的开始正式回调了 还是说由于冬天这个库存少 嗯 阶段性的一个回涨呢 这个就是反正你又得看距离情况了 讲一下最近买第八套 第一点呢 大家不要学习我啊 我也跟我客户说呢 我不一样 想赶在这个有贷款能力的情况下 就是赶紧就是先凑合买了 但是呢 我买的时候呢 不到5月1号啊 你们有贷款能力的 可以再等一等啊 完全可以再等一等公寓 嗯 至少等他三到四个月吧 看看这个情况 真的有些什么反弹的迹象呢 我这边也会帮着客户盯着 会跟大家提的 第二呢 我呢 这次呢 有机会呢 在location比较好的地段 嗯 这个房子很新 这个房子呢 在就是二三月份 还有去年的时候呢 嗯 同样的户型差不多十八十五万 甚至更高一点 具体操作呢 我签约客户呢 我下礼拜会有一个把我 就是买这套房子过程中 看到的这个十几套房子 嗯 优缺点情况 市场的情况 卖家的心态 国益的过程 跟他们再去分享一下 大家如果觉得不错 就是将来视频出来的时候 点个赞 OK